歡迎收看 小時候比較斯文一點 對 有被霸凌過嗎 有 我是常常被霸凌 可是你看你這樣身高 好像也就是不會像人家 一般那種會想欺負的 會不會 對 我可能唯一的優勢 就是身高高一點 但是其實霸凌我的 霸凌我的其實不是同學 是老師 老師霸凌你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發現 我的聲音 但是因為那是國小三年級 老師照起來被課文 對 然後我就起來背 結果一個巴掌就打下來 對 然後就跟我說 聲音這麼小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對 然後我就哭了 因為我才那時候才十歲 我就哭了 結果 但是我還是繼續背課文 就邊哭邊背課文 結果第二個巴掌又打下來 就說 男生哭什麼哭 跟你聲一樣 對 那 從那一次開始我就發現說 我的聲音好像 不是跟其他男生很像 那講真的 其實功課也一落千丈 因為你發現 無論你在怎麼努力念書 你只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改變的聲音 老師就這樣當眾賞你巴掌 是我否定 對 的確是蠻受傷的 我也不用太難過 我的聲音跟男生一樣 但是我功課其實也蠻爛的 因為我自己在小孩的學校 當家長會長 家長委員 總共大概四年的時間 那也因為我是律師的身分 所以常常學校有霸凌事件 會叫律師去練習 去幫忙處理 我覺得可能性名教育教得很好 至少在我這四年 可能在那個學校 發生的霸凌沒有任何 是關於性別的 發生霸凌大部分是因為 例如說肥胖 例如說動作比較慈懷 或者是講話應對 有點像過動一類的 然後被霸凌 當然這些霸凌都是不對的 包含性別霸凌都是不對的 那這些都是需要受教育 所以說以我的角度來看 要避免霸凌 其實他應該是在用一個 更高位的角度的教育 也就是說性別平等教育裡面 來防止性別的霸凌 當然是對的 但是要防止的 應該是全面性的霸凌 所以我如果以我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所謂的人格 所謂的品格教育 或是生命教育這樣的角度 來去影響 來去避免 所謂的全人教育 來避免全部的霸凌 所以我的角度是這樣 一個人格的發展是 教育面是來自於三大方面 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跟社會教育 所以他把從三個層面去都有 其實生命 剛剛說的情感教育 生命教育跟性別教育 其實都是從小 這三個方面要去扎根 剛剛一直都在討論 如何教育學生 可是你看志偉他的老師 打他兩個巴掌 我們就要尊重一下 問一下他現在怎麼樣 對 就是說 老師是不是也要教育 當然 那你那時候 對 我其實很想 找一下這位老師 但是其實我也相信 其實當年我那個老師 也是因為沒有上性別的課程 沒有上 可能也包括了球律師講的 他也沒有上過品格的課程 生命教育的課程 我覺得最重要 他可能沒有上過公民的課程 他不知道說 任何人都不應該用這樣的方法 體罰的方法去 你那時候心裡有受創嗎 其實受創非常大 我覺得我整個 後來我造成我只要人多的地方 講真的今天人那麼多 我其實還是有點擔心 因為我永遠記得當年 我想巴掌的時候 就是人這麼多 對 當然自己後來因為當了社工 然後慢慢的也去了解說 其實不是我的錯 那也可能不是老師的錯 如果老師當年還在求學的時候 他也上一些人權的課 性別的課 或者是很進步的 現在其實有公民課了 對啊 如果他上過這些課 他會不會就不會對我做這樣的事情 嗯 嗯